大家好 我是欣欣 在咱们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刺猬还有畅种 这些小的动物 但是有些老年人说了 这个动物咱们是不能伤害的 伤害以后可能会对咱这些人造成一定的不好 可能也会影响家里的这种风水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今天咱去找一个大娘了解一下 大娘 你多大了 我六十三了 六十三了 谁你问好我看着你 有关心灵 关心灵是吧 对 关心灵 那师长也能吃药的 我全都吃药 哦哦 你这几个孩子 那两个二啊 两个二 有几个孙子 四个 我说一个贵女三个小子 你的名文好 那你就是说当那个人灵王随过来也不说吧 你的就是说是给大爷担住还是给那孩子们住 他担住 大爷还干活白天呢 干这个 干这个女娃娇 哦 现在你看六十多了 多了少了也得干活是吧 他也是不少整天啊 他一个人整六千 哦 也不少整天啊 他就是做 运势工嘛 但是不得好招式的 对对 好有活好没活 你还是怎么说呢 中午那俩好的 嗯 慢慢的还是够生活的 没有给他们那俩 就是我也听说就是 就是咱这个刺猬吧 就是说也不能赏 对 有这样的说法呢 嗯嗯 不是 这也不赏 哦哦 比方说他会走着路着 他来的实在多多长官 哦哦 到哪里来哪里 有的哪里 门上的老虎了 老虎了 老虎了 你都满了 车虎了 车虎了 这都没得见了是吧 没有车虎了 这么呢 他从那里压死了 在这边说一碗 那个碳上去 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 那个是 那个是 那儿压死了 哦 那他从那个沟上 爹子瞧了 哎 对 他还不注意这里 两天没睡门 嗯两天没睡门 那是早晨压的是吧 是早晨压的 是晚上压的 他压了 他带着孩子 都不能吹起来 可能就是说 怎么说 现在年轻的人 可能都不带中的了 稍微都慢一点 小春天他都不知道 这个时候 晚上就不是老 才36 又真能是把他压走了 要是早晨的情况 感觉出门给不闲情了 也不愿意去了 是那个意思是不 对 两天没出门 两天没出门 那孩子多多善良 那二二五一说 大二二三 看见一个这么晚的东西 都不叫知识 哦 所以说他就觉得是 也就感觉是不太可以 这么善良的意思 善良 其实也没有什么 不像老年人说的这么迷信 有些老年人就把这事 当迷信说是不 对 只是感觉是 就是说是大招天的 就是给杀粉那个意思呢 就知道是心里还过不去 嗯 一个是畅动就行 畅动就行 畅动 畅动你要是从你家畅动 你要治治他 你觉得这样可以 打钥匙就出来了 哦 这个畅动就不能伤着吧 畅动 畅动的时候 下畅动的就是说 肉眼不能带来的 哦哦哦 你看见他 你又多着他 你念念他 你跟着走吧 也就是说 百官是畅动了 还是刺猬了 就是长的 就是小的这种动物 经常就是被伤害他 对 嗯 百伤害他 嗯 他不是你 你不是他 他不是你 别管是整个家的 是不是 就是说 还是注意点好 对 这个意思 通过刚才和这位大娘的交谈呀 大娘也说了 儿子呢 可能也是压死过刺猬 鱿症呢 也是两天没出门 只是刺猬啊 这个人呢 心比较软 而且呢 非常的善良 没有其他的说法 也不会影响 就是说咱们这个运势 老人还提到了这个畅童 也就是蛇 这个蛇呢 是咱们的这种家蛇 它也不会伤害到咱们的人了 所以说呢 伤害生命呢 也是人内心的一种不舍 也没有其他的这种迷信的说法 本期视频呢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